好接下來我們來看這個畫面 真的是蠻感人的 彰化這一對誠信夫妻 在輪胎行要來混輪胎的時候 被一輛搶快左轉失控的轎車給衝撞 當下這個先生他沒有閃開 他擋在妻子前面 用肉身來保護妻子 一對夫妻正在輪胎行前等換輪胎 黑色轎車突然撞過來 他有嚇死人啊 撞到人啊 先生轉頭看到轎車撞進來時 已經來不及躲了 他擋在妻子前面首當其衝 被轎車撞飛 夫妻倆被撞飛送醫 幸好妻子輕傷先生比較嚴重 左手撕裂傷骨頭裂開 還好還好 比較可以正常的站立 他就是在換輪胎時被撞的陳先生 一心一意希望傷快點好 因為他和妻子還沒辦婚禮 10月10號就要宴客 被撞成這樣 差點以為婚禮要取消 還好餐廳醫師願意把我們準備輪椅 新郎可能會做輪椅進場 陳先生說 當天早上在妻子上班 發現車輪沒氣 去輪胎行補胎 沒想到竟然有車子撞進來 我先把太太拉到我身邊來 我不會讓她在第一時間被車子衝撞到 所以車子第一時間衝撞到的人是我 警方調查 趙氏叫車疑似搶左轉燈 轉彎失控才衝撞這對夫妻 當下先生舍命擋在妻子前面 還被撞到昏迷 讓妻子又心疼又感動 直呼真的是嫁對人了 我太太跟我說謝謝老公 謝謝你當我的擋箭牌 華視新聞 雄馬校育業 謝忠義 專化報導